好,那今天我们继续看上个礼拜的那个JavaScript 来讲的部分 那JavaScript我们上礼拜大概讲到 应该是讲到正列这边吧 是吗? 附件导向有讲的吗? 如果有讲过,请跟我讲一下 那附件导向在JavaScript里面的做法 很动态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做法 这边有一个范例 OBJ等于NewObject OBJ等于S等于3 这时候OBJ根本就没有S栏位 它还是可以用 JavaScript是个动态语言 Y等于5 它也没有Y栏位 随时都可以加一个 这是JavaScript这种动态语言的特性 那Z等于S加Y 你马上就可以随时要插一个 软位进去都可以 随时要插一个函数进去也可以 所以JavaScript 其实很容易就做到 没有继承性的物件导向 没有继承性的物件导向 它天真就适合 那我们来看 上一半我们有用 node.js来示范这些范例 那其实这些范例原本 我们是用 用web的方式 用网页去做 但是你其实可以 直接用node.js做操作 就知道 我这边操作一下 各位看一下 OK OBJ变成一个 有S 然后内容是3的栏位 那我现在写 OBJ.Y等于5 那再看OBJ 0.Z 0.Z 0.OBJ.S 这时候呢 我在看OBJ 0.Z 那这种写法 就基本上可以在 物件裏面随时行增栏位 那它所有的东西 都是物件 所有东西底下随时都可以新增栏位 所以他非常非常动态 那再看下面这个例子 现在呢 他的写法 除了OBJ以外,他还可以做建构函数 建构函数怎么做呢?就是你写一个函数 然后里面用List List就要有这个物件 也就是说你写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本身就是个物件 而且他就是那个物件的建构函数 那我们写List.s等于3 那他就是 有一个 s他是3 那里面呢有一个List.y等于5 那就是y 他是5,这是第2种写法 这是第1种写法 那通常第1种写法比较好懂 那最后你再加一个函数据去等于function 什么什么 那这样他会多一个函数 在里面 那我们来把这一个程式呢稍微 稍微 写成 写成那个 档案 不过我这边 不知道有没有 用配恰恰看一下 哦好像没有能够被恰恰 哦好像没有能够被恰恰 安装一下 用这个还是比较习惯一点的 用这个还是比较习惯一点的 好OK那这里呢 Document.write还记得吗 我们 我们在那个都会写console.log 那在网页里面 其实也可以用console.log 上一拜才有人跟我讲 就是网页里面的console.log 真的可以拿来除错误 那这边我们在这里存档一下 好那我们就来试一下 用node的来执行 所以我要去启动这个node.js里面的 那我点车是里面的这个comment prompt 就是命令列的工具 然后我们到第一槽 不对不是第一槽 这一间是在C槽 那我就用node obj1.js 那你会看到他印出了 os等于3 y等于5 sum等于8 那这个写法 其实都可以用 就是os 就是指那个s来问 或者是o.s 其实都可以 oy或o.y都可以 那上既然是个函数 你呼叫他他就会直起 所以这里就已经有相当程度的 物件档像的 写法在里面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ok 这个 ok 下载好 我们来装一下 那 那我装好 那 大家可以跟他来写 那其实本还是有点不方便 那 接下来呢 就有个问题了 那 物件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由javascript做到 那 物件档像里面有三个基本特性 第1个 是封装 也就是刚刚的这一个 物件 那封装我们这样就做到了 那继承 继承在javascript里面其实它的继承很特别 那 物件档像的继承是指 子物件可以继承 副物件的资料和函数然后进行修改 那javascript里面它的继承它不是用传统的继承方式 就是说我某个人继承另外一个 它不是的 它是用圆形的方式 Prototype 那Prototype 这个东西就是说指定它的服务件是谁 基本上就是它的圆形 但是 还没那么简单 它 指定Prototype之后 指定Prototype之后 它就可以直接呼叫Prototype里面的建构函数 然后去建构出来 然后再加上自己 要加入的部分 这样子就可以完成它的继承动作 那事实上Prototype里面还有一个叫 Trototype的东西 那如果你 去修改Trototype 就可以建构出不同的结构的继承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例子 我们移一下 这边是记车 好 这边是记车 好 这个是 Interity.js 这边是 一样改成 Console.rope 那这个 不加BR 不是在网页里面就不用加BR 我们来执行一下 有问题了 因为这里有一个 因为这里还有一个DocumentingWrite 因为这里还有一个DocumentingWrite 没有定义 好 改掉 好 这样你可以看到 这个例子 不过最后的BR 我们还是把它删 这样你可以看到 OK 因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叫Person的函数 但事实上这个函数是个物件的建构函数 这个建构函数本身就是个物件 所以我可以写 List.name 就是 List这个物件 里面我加一个栏位叫name 然后让它指定成这个name的参数 List.age 加上 这个物件里面加上一个age的栏位 让它指定成h这个参数 然后我加上一个toStream的栏位 这个栏位其实是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呢 它会传为 Person name等于什么 age等于多少 比如说 它会 印出它的 传为它的 的那个 可以列印的姓名字串 个人资料字串 然后我只要 呼叫 Jump等于 new person 然后 Jump 这样会传给name 40会传给h 所以就是 约翰40岁 然后 于是我这样印出 Jump等于 sdr 那它就会 就会印出 Person name等 jr h等于40 这是一个 很奇特的选法 各位要习惯一下 JavaScript 非常非常弹性 弹性到 有时候 有时候 我上一期的城市人杂志我才发了一个问题 因为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因为 大家写的都不一样 每个人实作的继承 通通都不一样 大家 大家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做继承性 然后就是没有人相同 真的很神奇 那这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这个版本的继承怎么做 我这个版本的继承 我是说 用Prototype等于他的父亲的附件 然后呢 我呼叫这个Prototype的 结构函数 然后自己呢 再加入一些栏位 或你要做的事 然后呢 再把这个toStream 覆盖掉 OK 那这样子 做完之后呢 我 这个student就多了一个年级 这一年级的栏位 所以当他运出来的时候 他就会 Tony 19岁 是Freshman 就大一 那所以他就运出 student name等于Tony age等于19 grade等 Freshman 那 像这样子 他就做到继承性的动作 那有了继承之后呢 各位 应该都上过我的 CShop人知道 我们 认为 物件导向里面最重要的三个 特征是 工装 继承 和多型 那所以 接下来就要看多型 多型怎么做 多型只要有继承 然后呢 分别这 针对这个 两个以上的 不同的物件 去执行 同一个函数 就可以 而且用同一个 比如说 Fore 全来做 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 把 John 跟Tony 放到同一个 整理 问题是 John呢 他是个 person John是个person 这一般人 那Tony 是个student 是个学生 那 当我们这样子 叫他印的时候呢 都会募叫这个 to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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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函数 叫他印 结果呢 你会看到 他会印出 array0.toString array1.toString 一个是person 一个是student 护教的是不同的函数 一个是这边的函数 student护教这边的函数 person护教这边的函数 是不同的 但是可以用同一行 指令完成 这就是多型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也放到 Note里面来执行一次 这边 好那这边 Document.write 要改成 Council.write 这边叫做 Polymorphin 好 那我们 执行一下 好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后面有多个pr pr是在删掉 那toString 一个护教person 一个护教是 的toString 两个结果 有点 多了一个栏位 但是两个都会自行 这个多型 好那这边呢 其实这个pr 砍掉 再重置行一次 OK这样 比较干净 好大概这样 所以 到这边呢 就请各位呢 把 物件导向的部分 执行一下 物件导向的部分 执行一下 那请各位从 这边开始 用Note.js 就好 那 自己改一下 自己改一下 Document.write concil.log 用Note.js 去执行 就可以 对 那如果你也想用网页执行 你可以 看你 自己 在 确认你都了解这些 那我们之后又会回到 网络程式上面 因为基础程式 的部分 如果你了解 我们就可以进入网络程式 就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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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